月頭出糧,月尾就不見了? 你又會不會是其中一個? 可能是理財方法出現問題 想解決問題 不妨聽聽認可理財教練林闖恆的意見 最基本就是 如果他賺100元 可以的話 目標儲蓄就去到30元 目標儲蓄 裡面其實包含他供下MPF 另外花錢 可多可少 因為一般人花錢 特別是年輕人 其實離不開都是可能三條數 他的家用 他基本生活費 還有就是消限娛樂費 所以如果他真的可以不用給家用的話 又不要花多了消限娛樂費 而反而把那筆錢 再做下去的儲蓄 所以當他能夠這樣分開之後 他自己要計算的 究竟可不可以控制住 譬如說我家用 我的娛樂 能夠控制住我人工的 譬如說50%、60% 如果你控制到之後 你會剩下40%至50% 可以做儲蓄 可以做風險管理 最基本的 你告訴他也是 將你的財富分成四個部分 包括第一件事 先預備一個周轉現金 因為當你等錢花 你沒有周轉現金 你就被迫 將你的投資各樣東西賣光 其實到時就焦你輸錢 所以第一件事 先做一個周轉現金 然後金額大概多少呢 可能一般周轉現金 就是三至六個月的日常支出 第二部分就是 看一個年輕人 他有沒有一個家庭的責任 譬如他要供養父母 他要幫忙供樓 如果他有這個責任的話 他的人壽保障 他都走不掉 如果他工作上面 是有一個不錯的醫療保障 那都還可以 但有些工種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真的沒有一個公司的 僱員福利 有個醫療保障 其實他自己都需要有一個安排 一般就是大概百分之十 以一個保障去講 包括一些人壽 一些醫療 甚至乎一些 可能比較簡單 沒有儲物成份的危值保障 第三件事就是一個危值的保障 那都是需要的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風險管理 你先做好了 做好了再想做投資 那搞定了這兩樣 一個應急資金 一個風險管理 有錢剩下 就再拿去做投資 所以應該把組合再分開 分兩塊 一塊是比較平穩 即是不是追求很高回報 但希望時間能夠幫他慢慢增值 另一塊是他可以自己選擇進取一些 譬如說股票 股票營的基金 甚至乎他喜歡的一些衍生工具 那塊是可以進取的 而比例是多少 就視乎他自己對風險的看法